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5月28号礼拜四 好 台股今天开高走低 那中场是跌70点 量是微幅扩增到1700多亿 好 那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在5月26号到前天 外资买超140亿 那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讲 只要外资一买超 三日以内见高 对不对 一定会塞一波 这个在所谓的技术形态上 叫做优多 优多 为什么 这里全部都是在做一个 优多的动作 外资买超 对不对 这自己看 买超100多 隔天跳空一下 然后就跌一下 这里又买超 三天见高 这里就跌一段 对不对 这里三天见高 这里就先跌一段 一样来到这边 大买超100亿以上 昨天小涨 今天就跌 对不对 然后我也再跟各位讲 我说昨天的美股 涨500多点 今天凌晨 美股也是涨500多点 对不对 两天涨1000点 但是请各位做一个对照 昨天我就跟各位讲 有脱钩的现象 美股走它之沿路 那台股又多 差不多快结束了 那你要小心注意 对不对 这个我昨天就跟各位讲 这个叫做脱钩的动作 好 美股 连续 500多点 500多点 台股 昨天小涨 今天跌 70点 这叫脱钩 脱钩 那我也跟各位讲 美股它是属于一个 所谓的超涨 它走它的路 那台股会走台股自己的路 对不对 好看一下 台积电 来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跳空上开 修正 跳空上开 修正 这里 小上开 修正 跳空上开 修正 跳空上开 昨天顿一下 今天就修正了 万一天 那 我跟各位讲 你要小心 台积电这个点破了 就 如果收破 这个290 那你就要小心 那再看台积电 出现 今天出现什么状况 来 华为禁令 两个外资 降台积电 今年资本支出 降它的资本支出 华为的说法禁令 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那你看台积电 今天呢 来 大盘是跌 它是跟着跌 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呢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来 这一天上涨 昨天的一个 所谓的上涨 小涨是量缩 今天下跌是量增 昨天两千 两万三 今天两万八 下 下沙 今天下 今天呢 价跌 量增 那是不妙 不妙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 对不对 这边都斜率向下 我已经跟各位讲 你要看盘技巧 有看 台积电是外资的风向球 那外资一直在做卖 中东主权基金一直在卖 对不对 人家把它当成提管机 只要油价部长 中东主权基金就一定对他卖 所以 这个 来 这里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我现在就讲了 来 台积电 跌到 280 这一定会来 263 这个未来都会来 我现在就跟各位讲了 记住 280 263 我不会再重复了 你看节目就是看这个节目 所以 他近期是在做一个说的又多的动作 那加权一直在做横移的动作 对不对 加权一直在做横移的动作 我说11000以上你就要小心了 我之前有讲过 11000到11050 那你就要小心注意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一些全职股的部分 来 加权横盘 大力光是这样 文帽是这样 这都平盖股 来 这是被动元件的龙头是这样 华欣科是这样 然后呢 郁金光 这边来下杀下来 连这个平台都过不去 对不对 是不是在小心 来 这个 也是在做下杀 协力向下 来 这个在做横盘 很多的平台股都是 斜率向下在走 这个你就要小心注意了 好 那看一下 来 国具 今天最后一盘 外资又要做套利了 今天下杀6块钱 那今天最高381.5 那很多人就开始在讲 老师 你又讲这干什么 来 我们看昨天的 昨天 这是昨天的 Yagio 的GDR 就是国具的GDR 国具的英文名字 叫Yagio 来 它是62.5 昨天晚上 62.5 我这讲这个干 你们听得懂吗 乘以30 美金嘛 除以6 好不好 来 62.5 乘以30 除以5 因为以5股的单位 375 那就告诉你 今天涨过375 是不对 它会形成折价空间 今天最高381 收盘370 所以 还告诉你 我之前已经跟各位讲过 很多人对国具抱着一个 所谓的 它是腰股的梦想 不可能啊 因为国具它现在有GDR的一个 所谓签字 还加一个ECBO 两个都有了 所以国具已经不像以前 会用大标特标 因为它涨上来 GDR跟ECB 它会牵制它 对不对 那我国具怎么跟各位讲的 来 424 然后这里跟你讲351 最低回来356 那现在 今天又回来 370 对不对 它还会在跌啦 那终极目标 国具 来 我问各位 国具的高点 我会有没有事先算给各位 那未来在低点 最低点 这个跌下去 它不可能一直跌嘛 它会跌深做反弹 跌深做反弹 像今天就是跌 这两天就跌深一下 反弹一下 这继续杀 那跌先做反弹 反弹的时候你要空它 那未来在相对低点 我高点算得到 那我低点能不能算得到 你想 未来低点就是我买的 OK 你只要国具的最高426.5 我跟各位讲424 对不对 然后大跌小涨 大跌小涨 这个你们就要抓住 那小涨你就空它 大跌小涨 大跌小涨 你就空在 每个反弹的高点 然后到低点 全部回补反手做托 那这个已经告诉各位 这一定会来 第一波回来是到356 还记不记得 356 还没碰到351 那这反弹再做又多 外资还是几乎每天在卖 今天最后一盘又在卖 那未来低点 我会全部空单回补反手做托 这重点 你之前早一点来找我 420几间300期 对不对 今天拉升上海还一堆人进去买 你会不会算 不会啊 今天弹升上海 反正我跟各位讲 今天最高381 这里是谁买的 赏户 赏户 要怎么算 我不方便在节目算 算给 给我 反正你不是说我会 我已经散尽高知的意 我说还有低点就对了 那什么点 应该要做回补以后 反弹上海再空它 我知道 那终极的目标价 哪里要全部空单回补反手做多 最少300块以下 直接先跟各位讲 答案 300块以下 那你又想说 老师 这里一堆人在买 你在 一堆人在买 你在喊空啊 那时候很多人不相信我嘛 没关系啊 那是你的事情 我不太会错的 我都是低买高卖 来来来看一下 3406 今天拉升到395 395又一堆人买 收盘481 散户都是买在高点的 然后呢 跟各位讲515 515啊 515啊 你注意看这里有个465啊 好来 那最低这里跌到多少 459 那低点还没到 低点 来 这里直接跟各位讲 这里都没看到 我跟各位讲515 对不对 你要看的节目是这种节目 反正 来 433会来 381会来 433是一定来的 433一定来 这一段 你获利要把它锁定 我都没看到后面 这里我都知道了 那你在看电视节目 反正投资朋友 就是看电视节目 就是看那种 每天都要讲绩效的 那我就喜欢看那个 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来 环球金 对不对 就是跟各位讲 哪里 这里 获利能力很好啊 钱多的换一买啊 你在这里290不买 涨到390你买什么 对不对 我冒27级叫你不要买啊 最高来到294啊 下刹下去来到23级啊 我回补啊 我回补了都跟各位讲 我在等 在坛上还在空 一样啊 华星科 220叫你要跑啊 那这里节目上告诉你211.7啊 对不对 那华星科会怎么样 来 华星科你看斜率都往洩啊 这边是不是利多涨价概念股啊 可转债发行啊 240啊 有20%的一个 所以溢价空间很多人就进去买了 你要爱人的利 人要爱你 你会不会 你听我吗 你真的 你各位真的要会算啊 来 再看一下电子股 我怎么跟各位讲的 我会不会在节目上面跟各位讲 487.2你不要追 我早也讲 晚也讲 你也不听啊 这里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 对不对 就这样啊 今天最高到488.2 商务人一看到这里就进来买 我在这里我都没看到 已经讲好几天 你都没注意哦 好啦 OK 再来谈谈 我昨天怎么跟各位讲这个的 来 今天最高点 1087 昨天5月28号 5月27要讲5月28号 11060 老师差27.7嘛 你知道这里不能买啦 对不对 一开盘 一拍盘就知道 来到空底的 最低点10915 老师最低点10965 我没有调整啊 要不要调整给你看 来 开盘这 这个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不知道 这是有固定公式 1060减掉10965等多少 我小学毕业 不用看了95 95 定值一定都是0.38或0.618 减掉 95 来 95乘以0.38等于多少 减掉10965 原来低点是10928 最低10915 收盘10944 听懂我在讲什么 开盘我就知道 涨过这里是不能买的 然后呢 他会跌破这个点 跌破这个点向下就是10928 对啊 有时候我懒得做调整啊 明天怎么看 明天拉升上来不用客气 还是K他 还是K他 为什么 明天哦 还是不妙啦 阿兔买买买买 听啊 拉升上来 请你要卖 你不要笨笨的 再去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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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昨天在节目上有讲 你看啊 昨天 昨天在友台的节目 就是在网络节目就讲啊 对不对 这个外资 投顾 全力抗好 高档出量不是好事情 昨天 很多投顾抗好啊 昨天 很多投顾 就讲啊 自动化啊 现行滑轨啊 48不买 涨到 100块才在买 外 投顾 昨天投顾就开始了 抗好 就抗好这几档啊 全球传动啊 2049啊 1597啊 做国家不是这样子做的 我昨天在网络节目 有讲了一清二楚 对不对 好OK 所以我跟各位讲 在这里 很多的股票 你真的要小心 反正还没 没什么跌嘛 你也不 无关痛痒嘛 对这个平台 已经做了破 这一根是做硬撑 外资 每天在做套利 这个每天在做又多 对不对 为什么 已经跟各位讲过结构了 大盘在做横移的动作 区间震荡 但是很多的平盖股 手机零级件 却是高位过高 低破低 这有没有很明显 对不对 它是这样 你看大盘是横移 对不对 国具是这样 大盘是横移 还有在讲什么吗 华欣哥是这样 大盘是在横移 这叫结构 懂吗 环球机是这样 大盘在横移 来 红海这样 大盘在横移 还有在点到什么名字吗 这个你要小心 这个在相对高档 快挂了 这个你小心 已经高档已经出来 资邦对不对 资邦对不对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明后天我会K它 我会K它 反正前多年就去买了 好 OK 那我昨天推出一个 参加好会员 那我正式翻多起算会期 那今天再推出一天 那今天过了以后 这个状况我就不推了 我就不推了 时间反正很紧迫 有很多的迹象 还有我现在几年 跟随时警言就告诉各位 再来五穷六绝 五月是不是很多的 平概股手机零组件 被动元件细晶元 轮流建高 那全部都轮流建高以后 再来就胖下去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像这种防疫股 已经有开始出现 涨不动了 已经开始 有点异状了 这不是防疫股 都已经开始有一些 有一些现象了 你就要小心注意 那这些资金 它并没有移往 电子股 那电子股 现在是要边拉边出 反正我讲这样 你也不会相信 但是我跟各位讲 我里面有一些 技术分析的东西 我不方便跟各位讲 但是重点的 电子股 我已经有跟各位讲过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台股也跟各位讲过 台股也跟各位讲 11000到11050 就要小心了 还有没有其他技术分析 有 高端的气势 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讲 所以请各位要小心注意 那包括 来 这种 不是告诉你178不要追吗 昨天 原相 量价其扬 谈生上来 这一堆 这一堆人套牢 昨天 15000多张 今天就死给你看 做股票 如果你没有4000亿算 技术 我请你离开市场 不然你就跟着我来学 各股指数通通都一样 短线 中线 长线 我们都可以做预算 那今天入汇 一样 我正式翻多才起算汇期 那我没有 我还没有翻多之前 对你的服务都是free 你手头上的股票 我不想做一个所谓处理 很多的平概股 手机零件 高价股 被动元件 你越快来找我越好 对不对 你看有很多 我上述讲这些股票 已经有很多开始在跌了 已经跌蛮多了 后面还有一大段 相信我就来找我 那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在我的line上面发言 可以填线上表单 不管是持股见诊 入会 或是有任何问题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 奥英空军总是孤独的 赢家永远是少数 永远是少数 才是赢家 那陈欣教你 同代你领航 那会起一律 翻拖开始起算 你手头上的股票 我帮你做处理 速播 023898689 023898689 今天是最后一天 起发头顾 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 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 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 起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起发头顾粉丝团 通通都有 锁定起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 023898689 起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一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起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起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 023898689 023898689 起发头顾 好 再来跟各位提醒一次 电子股的487 加权的部分 电子加权的部分 然后呢 也跟各位讲 美股现在涨它的 因为道琼它的采样数 只有30档 失增 里面最大的全资股 就是苹果 所以它已经失增了 所以为什么 美股这两天 总共涨了1100点 台股是斗铁路 我昨天就讲过了 会脱钩 今天就开始正式脱钩了 其实昨天 大涨500多点 台股只有小涨十几点 那今天凌晨呢 又涨500多点 台股今天跌70点 那台积电的状况 我有跟各位讲过了 还有很多的状况 30分钟我没办法讲那么多 我只跟各位讲 你要避开未来的 一个水下煞风险 那五穷六节 七上吊八见鬼 不要对我的话怀疑 我错的机会 零 那你如果愿意相信我 想要跟着我 那你来 你之前来找我 你可以卖在更高点 你越晚来找我 你可能跌下去 你砍不下手 那甚至跌到后面 你融资断头 我就会进去买的 未来低点也是我买的 那你说 我个股的高点抓得住 那未来的低点 指数跟个股 我能不能抓得住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那这种功夫 这种技术 我会教你 会相信我的人 永远是有少数人 因为少数人才是赢家 听得懂吗 我当头顾老师 最主要是 就一些相信我的人 那我错的机会很少 我不会见长追间谍砍 我不会三种 细赢到十种高点顺 就这么简单 今天真正入会 最后一天的专案 就是 我翻多才开始起床会席 注意广告中时代电话 祝贺明天 操板胜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使用外联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